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奇權報局》 又是Marco和大家分析一下大使 上星期一就七一,公眾假期沒有和大家做節目 基本上差不多有兩個星期沒有見大家 對上一次我記得之前說到 其實那個市在5月20日才是一見頂 一開始我不知道,事後過了一兩天之後 我就已經預計到市那時候是見頂 有機會調整到大約250點平均算 那時候是這樣說的 然後覺得那個市調到差不多250點平均算 其實我覺得都差不多了 那時候6月17日才是一是差不多見底 開始準備叫大家去鬧 那時候我自己是這麼預計的 接著到6月19日,星期三 國家隊大陸就很罕有地出手去買一些 香港的ETF的基金 令到你見到這幅圖 對上一次和大家見面的那時候 就說橙絲箭咀那裡 那個市是大夾上去 那一轉呢 是曾經令到我以為 那個市是有機會重拾星際的 事後大家都知道 不是了 所以有時候我不是只說好的 錯,我也要先說 那時候我曾經有想過 那時候我曾經有想過 嘩 對到市 5月20日見頂 這樣炒到下來 我自己預計調到 調到大約藍色的 那條250點平均線附近 去到那裡 叫大家撈底 誰知道以色之後 那個頂位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紅色那條線 6月13日才是四個頂位 它大洋竹夾上去 還有有利好消息支持 而且還要說大陸入市 不是入市A股 是港股 那時候滿懷希望 覺得市場實升勢 但誰知道 升得它一天貨幣 在下一個交易日 即6月20日星期四 那時候已經是陰燭回落 熟悉我都知道 我基本上是 所謂的突破 最好突破那天要是揚足 再加上要收市價 高要開市價很多 即6月19日星期三 完全是互合我的要求 第一個要求 第二個要求 我是要求什麼 最好是突破的話 不要一天揚足 起碼要連續兩天揚足 見到一個情況就是 6月19日星期三 有利好消息支持 大陸買中央買廣股 夾上去 但星期四這麼快就無以為解 高開開了出來 曾經夾夾上去 之後回到來 不要說大陽足 連陽足都做不到 還要陰足 那時候已經開始感覺到 好像流流的 不太升得上 那時候就開始預計 其實市有機會 升不上去再回到來 那到上個禮拜 即是對上一次見大家 即是上一次做節目之後 市就不經不過 就回到下去 接近250天線 那我記得上個禮拜 一同大家做節目 好像印象中 同大家說過 市就不靚的了 升不上去 就向上空間有限 但是暫時觀察就向下 下跌的空間 理論上都有限 最好駁它 6月17號才是一個低位 綠色條線 不要穿 向下穿 穿得都不幫好得去哪 那時候是估計 那時候估計 最多是向下假穿 所以就說 傾向在大約 正常是藍色250天線 以及6月17號 星期一的低位 附近這些位置 就駁過市 向下假打破 就會有一下打彈 那結果你見到 在上星期一 沒有跟大家做節目 7月1號 之前 6月28號星期五 很明顯就是 正正是我所說的位置 藍色250天平均線 和6月17號星期一 這些位置 向下假假打破 之後上星期是打彈了上來 但彈完之後 很快 這個禮拜 上星期尾段 開始回落 今天再繼續插市 現在的市 先講個結論 一定是五帥仔 短期 暫時還是有鄉下的空間 就算是說上星期一 我沒有跟大家做節目 上星期四 和前星期四 我拉財經都有寫文 我看回拉財經 前一個星期四 就說港股有機會 我大大字的題目 寫明是港股有機會 向下堆到萬七點 OK 因為6月19號 橙色戰作那天 好消息 夾不上之後 一定不幫好東西 所以這個策略已經改變了 原本來看好 但已經改變了 是有機會向下堆到萬七點 所以是找位去做淡 上星期四 納財經台還跟大家說 那一段反彈 我談的是弱勢反彈 是繼續安威做淡 很有鬆身 結果今天市又再裂口 低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其實你首先要明白 就是最近期 沒有見大家兩個星期 你再回顧回 首先第一 之前的香港股市 為甚麼好 其中一個因素 是因為美元強 最主要原因 那美元為甚麼強 是因為 無農聯署的主席 白威爾也好 那班聯署的官員也好 不斷在那裡放鷹 說美國沒有 即你要減息 沒有耐 這個是最主要原因 令到美匯不斷保持強 美債不斷保持強 那美匯強 那人仔又不幫好東西 那人仔就保持弱 那大家應該都感受到 那這個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令到 支持香港股市弱的 行不行 但是近期 有個比較怪小 現象就是甚麼 美匯回軟回軟 那美匯為何回軟回軟 是因為 雖然聯署局官員 和白威爾自己 美國聯署局主席 白威爾自己 都不斷說 減息便有內 都是說這些偏英的說話 但是情況是 聯署局很著重通脹指標 說的是前一個星期五 出來的通証數據 是叫做英俊的 令到減息預期上升了 接著到上個星期五 最新鮮的就業數據 都是衰的 就業數據衰 那人就會更加期待 聯署局應該要減息 去刺激經濟 明白嗎 所以通証數據就回落 就業數據又不行 減息預期就自然上升 所以現在最新來講 基本上大約70%以上 像這樣 都是預期今年九月份減息 對不對 那麼多人預期今年九月份減息 自然地 美國債息回落 美匯就回落 美匯回落的情況下 理論上 應該利好香港的股市 但是近期 但是香港股市 不但沒有上升 還插多兩錢重 為什麼呢 最主要原因是 有幾個 一就是講的是 最主要原因 就是講的是總統選舉 在前個星期五 那時候 前個星期五、六 那時候 美國總統選舉 你知道 特朗普和拜登 兩個電視機 較期在講數 基本上 特朗普 我都一如以往 都是一個字 瘋 我自己不是特別支持他 也都 我相信 美國來說 不是有很多 從事從商那批人 都不是特別支持特朗普 但問題就是 拜登的表現實在太過差了 年紀又老 說話又前言不對後語 有一點老人痴愛的感覺 令人擔心他有 就算我比他選總統 很難繼續 他的身體的狀況能力 有能力繼續支撐下去 在這樣的情況 特朗普就不是特別好 不過拜登再壞些 的情況下 自然地 特朗普 當選 今年11月 當選總統的機會率 率 就上升了 你要明白 現在說的是 美國 炒金美國 九月減息 美元約勢 但你要記得 一樣東西 同時間炒金一個很重要的 人數是 特朗普又大了機會 當選總統 特朗普大了機會 總統的人 就已經開始 預早去炒金這件事了 但特朗普大了機會 炒了總統 會發生什麼事 自然地中美關係 一定不會好 你想回 上當年 特朗普擔宣總統 當時 他制裁中 現在中美關係 搞得這麼壞 回到源頭 就是之前特朗普搞起 搞起 搞起 後來的民主黨 那些總統 不敢 不繼續玩下去 如果特朗普再回上來 自然地中美關係 香港一定會有機會繼續在需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令到 就算近期 美匯指數轉回 但港股和A股都升不起來 令到香港股市 堆下去 上個星期 人行做回一些事情 令到A股 抖抖上去 但是港股 我看到的情況 都是不升得起 再加上 你見到最新大陸 又傳出一些 類似打他 那些新聞 消息出來 各樣各樣 所以 A股那時 香港股市 都不斷滑下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之前 我見到基於市 你想想 再回到之前 5月20日 星期一 那時 那時 香港股市 無緣無緣無故 而其中一個 最主要的因素 是因為 那時美股南 亞洲股市都不見 在這個情況 資金為了尋求速落的情況下 香港股市 向中港股市 你膽因素沒有什麼 那就借些 炒個市場上去 但是今時不同往日 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又炒美國9月減息 然後你見到 美國 S&P500 或者拉斯特克指數 都是繼續破頂 那你作為經金經理 哇 大哥 現在美國不是這樣 是夾上去 你無緣無故 你不會無緣無故 減辭 那你又會少了個有因 將資金流入香港股市 那是其一 其二 你不要說美國了 你說亞洲俱來 近近地說日本 OK 日元就不斷點值 日元點值 又多了資金去炒入股了 那麼日經指數 都是繼續升的近期 是一兩日回的跌跌 但是絕對英俊的港股 你遠的美國 近的亞洲的日本 都繼續升上去 那何來資金 跑來炒港股呢 還要是現在擔心 杜羅普擔選中共 所以你是解釋得到 為什麼近期 中港股是這麼壞的 如果你說看新聞 他們解釋不到 我也有留意 市面上的新聞 他就這樣很簡單說一句 A股不行 A股不行 所以港股就不行 講完 但是你會見到 我是整個局 我告訴你 我是為股市向好 再加上特朗普因素 香港股市是很難升的 這些是叫做基本層面的東西 你講講技術層面 技術層面 通常都是的 你用6月19日星期三 有你好消息爆的市 夾上去升不起 好消息升不起 是反映一個很弱勢的情況 自然地 我預期市是有機會向下插的 然後還有你的技術層面 你見到 很老套的技術分析 死亡交叉 一開始 5月底 6月那時 那時是 很普通的十天線 對穿二十天平均線 即你見我 深紅色 祖紅色 那裏 那裏都不是這裏 但去到最近期 你會見到我大大寫著 紅色和紫色 先是十天線 對穿不十天線 再之後是二十天 對穿不十天平均線 簡單來說 所謂比較傾向短期的 十天、二十天、五十天 全部都死亡交叉了 技術因素是特別差的 在這樣的情況 當所有天線都 即短線都交叉了 就會令到市場上人 那些人開始會用來傾向比股 你基本因素分析了 都不是特別好 技術上又淡 會很容易 會產生窮況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不難解釋到 這幾天香港的事 為何這麼弱 當然 大家也知道 我不太喜歡用最傳統的 技術分析 像這些 我是寫Poker 然後我是要驗證 那種技術分析 而通常出現死亡交叉 這些情況 很流行的 其實死亡交叉 你讀書 就說你淡 但是很流行 出現死亡交叉之後 它不是馬上滴的 它很流行是 每個人在講死亡交叉 利淡的時候 它很流行就是 做一下後抽 先彈一彈上去 其實上個星期 正在出現那種情況 先彈一彈上去 彈完上去 我繼續觀察過事 不是的 A股仍是放進去 而且你彈上去 很明顯 你會見到 我上個星期四 寫的都有寫的 它那個 向上的陰陽觸摘線 和向上的首映線 是比較長的 即是反映的是 即使向上買貨的動力 不強 相反即入 是升 但是升得來 向上升 即是向上保持高位 這些人是保持散貨的感覺 所以 所以我在 無論前個星期四 甚至上個星期四 我都是保持著 我已經遇到好傷 總之 一萬七千八樓上 有得走 就好走 不但還要做淡 就是這樣 結果 上個星期就插 今天就繼續插 都是那句 通常人們叫人做淡 他不會理我 事後就會問我 那Marco還有沒有 再繼續跌 那些東西 剛才我開頭 我都說過 我覺得還可以繼續跌 還可以繼續跌的機會 跌 我也說得很明白 我不排除市場 還有機會跌到下去 大約 17000點 恆生指數 17000點 甚至上更加之低的水平 都不出奇 但是我再 你又要想 你今天的市場最低跌到17453 已經跌到250點平均線 這些位置 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我當我預算淡 看到大約17000點這些位置 其實向下目標 相對性來說已經是小了 可以嗎 但是如果市場 去到17000點 如果再向下跌 我不排除還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你向下跌的機會率 是小了很多 那時候我不會再主動性去做淡 現在這兩個星期 我一直不斷找位置 口高做淡 但是去到17000點 我一定不會 我反而會集中去找位置 所以現在的情況是 OK 市場短期 我傾向是覺得 還有機會向下跌 但是水位不多 我都是暫時看著17000點左右 那你要做淡的話 你錯過了之前 我叫大家做淡這些位置 沒有看過財經 上星期一沒有做財經 要財經 就看財經 那你唯有就是 駁過市 希望還有可以打一打上去 但可能是上星期五 大概在17600點 流上一點 以後抽弱勢反彈 再拆 你就打這件事 所以我就覺得 你錯過淡的機會 這一刻 在短期二百五十天線 即17500點 為做淡 就無謂了 因為這些水位很低 我也是想到17000點左右 所以你要做 你應該等市場夾到上去 看有沒有機會夾 如果有機會,仍然會彈到17,600樓上的恆生指數 你可以放指示牌去做淡 恆生指數反彈到17,600樓上 如果仍然有機會反彈的情況 不是,它對得很急,彈不到17,600樓上 滑一聲,我之前一直做淡,即是肥仔 你沒有做淡就算了,等機會 因為它突然間滑一聲,我都看到17,600樓上 難道你滑一聲,越來越接近17,000的時候 難道還要追細做淡嗎? 即是你不直撥,在那時候就要改變策略 不要手衡去做淡 因為當時我預計了,突然會多了很多人去看淡的後事 我最流行,別入恐慌,我貪婪 在17,000樓下,當然我要等市場,可能更定一點 但比較長遠一點,我會計劃 遇了很多人去看淡後事時,別入恐慌,我貪婪 在17,000樓下,我會去找位去罵貨 我會傾向是這樣 所以如果有大人,在17,600樓上,我會繼續做淡,擺紫舌位 做淡都是做回即月,現在7月8日,即月做回一些價格外 我想600點,行申指數期權,做淡 如果大人做不到就好了,擺紫舌位而已 如果他直接下去,17,000樓下,我再勤調,我不會做淡 就算你撞到17,400樓下,173樓下,可以嗎 因為水位是少的,我目標是17,000樓下 我都不會做淡,我講得很明確 但外面肯定多了人是唱淡後事的 最好,事後想起,有次次接近見底 每個人都唱淡後事的 升市那時,跌之前他不說,要跌了大決才跟你說 現在,我就撞著士興,看看他有沒有機會 對到17,000樓下,我又會大手買貨 你見到近期,市壞到不得了 市那麼壞,有些什麼股票撞得起,來來去去 很老套的,那些什麼高息,中概股 例如是那些中石油,油股,電訊股,這些 但這些股票近期強,很多因素 而其中一個因素是因為香港股市不行 人家沒有東西去撞,就找一些偏安全的股票 但如果市假設,真的到17,000樓下 又假設市未來有一個比較強的反難 那時升,就不是升升這些 那時升升一些比較高低的股票 又回到一些玩進彩的情況 例如是科技板塊 所以如果市真的到17,000樓下 我不是馬上衝進去 我要再觀察,那時跌勢如何 但我會撞一些比較高風險的股票 例如是科技板塊 你明白我的計劃是怎樣的 所以現在能夠彈到17,000樓下 我想由上,176樓,00樓上 你都還可以試試做淡 但在176樓下,尤其是在250天線 我不會再搏,我不會再搏做淡 寧願等到17,000樓下,才會再搏好 大致上的策略是這樣的 今天先說到這裏 下星期一或今個星期四 你看我拉財警官,再繼續跟大家分析 多謝大家支持,再見,拜拜